希望國家或全民能夠面對核廢料 剛剛會長講的 就去燃耀稍微探探一下 就發動了200人的抗爭 那核廢料要去哪裡 就我個人我常在講 如果北岸的地址 北岸的環境適合放核廢料 那我們不要再害別人 但是很多專家一再的提醒 北岸有三角斷層 如果發生海嘯 北岸沒辦法逃生 所以我在想全民面對核廢料的時候已經來臨 今天謝謝各位 我向在這邊我們是一起喊一個口號 來我們一起 告別核電 用愛發電 送走核廢 懷我乾淨的土地 我今天來這邊 我也要戳破馬英九的謊言 為什麼說謊言 因為核市說 表面上說是封存 因為做不好 再說封存這個名號 封存的封存還要安檢 什麼安檢 就是要浪費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一發又有三十四億 核市場 發了三千多億 結果 兩個機組沒有辦法完成 因為歷史久了 零件找不到了 把二號機的機組 零件拆來一號機 他現在勉勉強 醫藥機組說已經完工了 他今年就把 台電就把他的 美年的捷移電 21% 降成3% 為什麼要降到3% 就是核市要讓它刪轉 等到今年的夏天 用電量超高的時候 核市不刪轉不行 因為他用電來恐嚇我們台灣人民 核費料有分成兩種 一種是低階核費料 一種是高階核費料 那目前低階的核費料 就放在我們的蘭嶼 那但是呢 因為蘭嶼人的反核運動 所以其實呢 有十萬桶之後 政府就沒有辦法再放進去了 因為他們的抗爭 那目前呢 所以台灣還有很多的高階核費料 跟低階核費料 目前都留在我們的 核一核二核三的廠區裡面 就在這廠區裡面 那所以呢 我們剛剛講 因為核一核二核三的廠區裡面 放核費料的地方其實不夠大 那即將都要滿了 尤其是核一核二的燃料池已經滿了 已經影響到核電廠的運轉了 所以目前核一因為已經 燃料池已滿 已經幾乎無法運轉 所以政府就想出了一個辦法 那這個辦法呢 以前呢 是丟到我們的這些原住民地區 現在他們想到丟到國外去 所以成立了所謂的 國外核費料再處理這樣一個計畫 那就在近日 在3月底 4月初就要招標 目前是打算要送到法國去再處理 但是呢 在我們國際上裡面了解 其實核費料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所以說到國外再處理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只是把核費料裡面有價值的 例如釉跟布這樣子 有些核武戰略價值的物質 賣給法國 法國把它提煉出來 但剩下的 剩下的還有6.7倍 會增加6.7倍的核費料 還要送回台灣 但是可以20年之後送回台灣 可是呢 為了這樣的情況 我們必須要花幾千億 來處理一個 我們處理不了核費料 然後把有價的東西賣給國外 然後再把沒有價格 方髒的核費料再送回台灣 所以其實只是等於 我們把核費料的問題再拖延20年 並不代表核費料問題真正解決 我們譴責政府這種 頭頭一頭 腳頭一腳的方式 這不是真正的處理方式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積極 面對我們核費料的問題 好好的告訴我們 他要怎麼樣處理核費料 而不是丟到看不見的地方 丟到國外去 然後還要再繼續使用核電